田州和丈夫结婚已经七年了 生活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有激情 但却有着独特的幸福 田州要不是发现丈夫出轨 他还以为他的婚姻已经度过了七年滋养 但生活就是这样 他总是在你不注意时给你惊喜 丈夫出轨的对象是他单位的同事 他们朝夕相处就产生了感情 田州自从结了婚就辞去了工作 一直在家里面带孩子做家务 曾经丈夫许诺自己一定会好好挣钱养着他 不要他出去工作 如今丈夫出了轨 却埋怨他不懂得穿衣打扮 在家里面做黄脸婆 一点情趣都没有 田州听到他这样说很伤心 自己在家里面任劳任怨 现在丈夫出轨也变成了自己的错 他本来想离婚 但是和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孩子 他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没了爹 家庭破裂对孩子的伤害会非常的大 而且自己多年不出去工作 和社会已经脱节了 丈夫已经认了错 发誓自己再也不会在外面乱搞 那就原谅他好了 田州认为丈夫是第一次犯错 而且两个人并不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所以就原谅了他 但自从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两人心底都各自有了借替 四周再也不让丈夫碰自己 甚至连话都懒得跟他说了 后来单纯就分了床 没过多久 他又一次发现丈夫出了鬼 这次他心如死灰 觉得两个人已经无法挽回 就一起到民政局签字离婚了 离婚后他才明白 女人一定要自立起来 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 现在社会女人都自主自强 就算结了婚也会出去工作 不光靠男人来养家 这样自己的家庭地位也会有所提升 而且如果另一半出了鬼 不能随便就原谅另一半 感情破裂就应该当机立断 否则不仅害了别人 更害了自己